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究竟移民这个决定 会是令到家庭幸福 还是家庭决烈 大家好 我是朱迪 今天跟大家讲过什么话题 就是当你要决定移民的时候 你和你的家人究竟是 意见一致 还是意见不合 大家都知道 香港这个地方 那些女人都挺兇的 但是男人也不弱 大男人香港也有很多 我家人就是一个 老板也很大男人 当初老板提出 要来台湾移民的时候 我只用了三分钟为考虑 就说yes 不是每个都好像我这么乖 现在香港有个现象 好像我有些朋友 也是好像我这样 对移民这个字 都不是好看的 然后突然间 走了 看到他在社交网站 那里 铺了一些照片 就说 已经在第二道生活 那里面 让我知道 其中有一方 其实不是很愿意 没有办法之下 有一方 要跟随 很难 一个走一个不走 就是这样去决定的 有些好笑 不是很愿意 那一方 竟然 最后都铺一些照片 出来 原来这里都不错 好像 都来到一个新的地方 都开始慢慢适应 我看到 都替他开心 的 譬如好像我们这一家人 那移民之后 和移民之前 那个关系 有没有改变呢 是好了 还是 坏了呢 大家这么聪明 看来我经常都笑得这么开心 那当然好了 是不是代表 以前在香港 就很坏呢 那不是 只不过来到这里 我就发觉 有一些明显的改变 好像是我这样 我在香港 都经营自己的一间美甲店 那时候 从来都不会和老板 分享我在工作上的 开心事 不开心事 我都没有说 相反他也是一样 那时候 他很坏的 他觉得 你女孩子做这些 这些手作 有什么好说 都是 这么小的东西 所以他都好像 不太愿意听我说话 那样 所以那时候 我在公司发生过任何一件事 例如 我有东西要做 一口钉 一粒螺丝 我都是不会 告诉他 不会和他说的 我宁愿 是给钱 别人出去做 我都不会 求他 上来帮我搞 是不会的 所以 可能这些 独立性格 都是这么多年 训练出来的 好像很坏 好像有人说他坏话 不是说他坏话 都觉得来了台湾之后 很有明显的转变 因为 现在我这家美甲店 他都出了很多力 帮我搞 组装东西 转窗 他最怕的 都帮我做了很多东西 这里的 每一件事 他都很乐意地参与 这件事我觉得 是移了问之后才会发生 可能在台湾的生活压力 没那么大 因为在香港的时候 你不用 你不吃 你都要交贵租 因为在香港的生活成本太贵 都会令到一个人 很容易 很浮躁 看什么都好像 很有压力 但是来到这里 轻松了很多 所以 都是一个很大的影响 人的性格 人的情绪 一个重要的因素 所以 现在即使我跟他说 一些很无聊 很小的东西 他都很乐意 所以 要赞一下老板 有进步 说完老板 就说一下少爷小姐 在香港的时候 其实他们的分数 要入大学的机会 真的不多 即使你说 香港的大学 数量是多了 报考人数是少了 但是 仍然都有一大批年轻人 就是因为分数不够 或者即使你分数够 都好 都未必一定可以入大学 所以如果 家里那两个 成绩 不如理想 那当然会牵动到 父母的情绪 所以 那时候 大家的关系 好像 不要说了 什么都不要说了 一有见不妥 就 扮闷了 大家不要说了 这些叫做 斩脚指鼻沙厂 去逃避 现在 好像 过来台湾之后 所有事情 都解决好了 那两个都 幸好都入到 一间不错的大学 那 一家人的 心情都好像 冷静一点 所以都会令到 关系好一点 那这个就是 我们这一家的 情况 那现在 疫情 刚刚过了 那 上班 就上班 上学 又上班 老板 自己喜欢去哪里 就去哪里 总之 准时在家里出现 煮饭 就行了 所以 现在 好像有各自的事情 一起做 分散的注意力 就不用整天在家 高手斗 就好一点 所以 所以如果移民 就算你大把钱 可以不用做的那些 其实都应该要找点东西做一下 找点兴趣搞一下 不要说你眼望我眼 一天就过了 整个世界都是对着自己的家人 就好像不是很好 其实好多台湾人 都关心我们香港人 移民过来台湾之后 会不会不习惯啊 会不会有投诉啊 其实真的没有投诉了 都挺好的 所以呢 我都想听听 其他人移民过来的香港人 在台湾生活的怎么样 如果你有看我的影片的话 你就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吧 我都想听听别人的故事 现在好了 又要午饭的时间啊 吃完午饭我又要工作的啦 好了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呢 拜拜 拜拜 Är事实 是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